這樣就可以了 等一會我會隱藏自己的命理 召喚白錢的營運 讓它扶在我身上 它可能會現身 你們不用怕 只不過是屍鞋上面殘存的影像 到時我會把身體交給這個影像 這樣我面前的蠟燭就會點著 你們就把鑰匙交給我吧 陳志說 好,那你自己小心點 陳志說完之後 入了下手 叫大家喉腿 離開秦月陽施法的石膽 那究竟秦月陽的招魂術 是否可以順利實現呢? 我們留下期繼續說吧 第240章 雲歸大地 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 陳志揮一揮手 叫大家退後 離開秦月陽施法的石板 秦月陽對著陳志握了下頭 然後就閉上眼 雙手指向前方一點 口裡唸唸有詞 突然間 他周圍的往生圖 竟然著起了七色的火焰 火光把秦月陽圍在中間 秦月陽又說了幾句話 火勢更加猛了 這個時候 火裡的秦月陽好像斷了氣一樣 全身散開 突然間 他身上的白色骨粉 開始自下而上地 慢慢凝固起來 那種感覺 好像白色的陶瓷品 慢慢固化 秦月陽在火裡動都不動 看起來 就好像是一座白色的雕塑 突然間 一陣厲害的邪風 在山谷裡刮了起來 吹到樹葉 發聲 最後 吹到照雲番的位置 把布條輕輕吹起 那對大珍珠耳環 掉在地上 滾滾滾滾滾到秦月陽面前 這個時候 所有人大氣都不敢休息 飄了冷寒 因為他們看到 一個女人的身影 出現在秦月陽背後 那個女人的影像很清晰 她倒下了頭 頭髮散落在前方 半遮著臉 那個女人生得很漂亮 傾國傾食 一雙眼攝人心拍 她依然穿著 那套雪白的精工和服 陳志同肥威看到這個影的時候 都打了個凸 是白錢啊 這個時候 那個女人的影 突然間搖了起來 慢慢散開 好像一團白霧一樣 捐了進去秦月陽的身體裡 秦月陽急速地喘氣 在地上重新坐起來 她閉上眼裡 但不知道為什麼 就流了兩河眼淚出來 這個時候 秦月陽面前的蠟燭 突然間亮了 按照秦月陽之前的吩咐 如果蠟燭亮了 就要把鑰匙遞給她 然後讓她來開啟鑰匙 打開天無神無的大門 於是陳志拿著金屬魔方走過去 遞給秦月陽說 打開她 陳志說完 但是秦月陽就動都沒動 好像什麼都聽不到 陳志又大聲點說 秦月陽 鑰匙啊 這次秦月陽似乎聽到了 她慢慢轉頭 張開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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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再大声点说 秦月阳 锁匙啊 快点开门 说完之后 陈子就把锁匙递过去 听到陈子的说话之后 这个秦月阳没出声 他收起笑容 慢慢地转过头 手臂僵硬地 撿起地上那对珍珠耳环 摸了一下自己的耳珠 用力地把耳丸带到耳中 但是秦月阳就没有打耳洞 这个时候他的耳珠已经开始流血了 对耳丸是被硬硬押入去的 秦月阳带完耳丸之后 好像用尽全身所有的气力了 他低头伸手拿个沉滞的魔方 很熟练地摸到最后一个机关 轻轻一感 最后一道机关 打开 只见金属魔方这个时候 已经整个变成透明 就好像一个水晶盒一样 里面的红色火焰慢慢燃烧起身 而且越燒越旺 好像孔明灯一样 慢慢升入空中 将天地全部照到光橙橙 这个时候的秦月阳 就好像被抽取生命一样 他长一长地叹了口气 然后就整个躲在地上 肥威说 搞定了搞定了 神墓大门开了 这个时候 听到一阵天崩地裂的破碎声 整个山谷震了起身 周围的地下 裂开了一条条的垃圾 大地开裂 所有人都站不稳 全部滚在地上 大风突然刮起 好像要将人刮到上天 大家死一死地 抱着身边的岩石 这个时候 一阵水浪撲面而来 眼前的巨型薄波 突然间水流逆流而上 薄波水面飞了起身 薄波的水面上边 掀起了千层的浪花 四周围都是水珠和鱼 还有些沙石 将所有人的身都弄得湿透 当薄波的水面慢慢消失的时候 水廉后边的山体移动错位 原来薄波的山体上边 出现了一座很巨大的古代城楼 这座城楼的门 是典型的古代城楼 很高很宏伟 估计有百多米 佔领了原先薄波后边的大山 城墙上面涂着鲜艳的红色 红色鲜艳到就好像刚刚涂出来那样 红色城门的左右两边掛着一对玉壁 玉壁上面雕刻了一种很奇怪的龙纹形状 那条龙有酥有微活灵活现 壁身上边还有一些很古怪的动物文色 这种动物应该不是现实当中存在的 有些肥肥的 身体有几分好像很瘦的狮子 又好像没有轮的蛟龙 还有几只爪和一条卷起身的大尾 很古老很怪异 并且配搭着一些云和浪之类的纹色 而城门的正中央呢 有一块闪亮亮的金板 金板中间是一个方形的粒虫 大小和金属魔方的形状差不多 这个时候只见那个透明的金属魔方 突然间飞到城门的中间 好像被吸引力吸引着一样 一声进去金板的蜡蜴当中 马上见到宏伟的城门大楼大放奇光而彩 两块石壁五彩斑南闪着宝光 山中的云雾一片片地聚集到城门楼的附近 就好像九天神殿一样 肥威说 我撑啊! 这个就是天狐神墓了! 嘻! 厉害厉害! 这里哪是墓地啊! 简直啊! 仙弓一样啊! 其他人都全部站起身 对眼看得顶一顶 都觉得相当震撼啊! 好了! 天狐神墓终于找到了! 陈志他们入到天狐神墓之后 又有些什么遭遇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吧! 第二百四十一章 进入天狐神墓 宏伟的城门大楼大放奇光而彩 两块石壁五彩斑南闪着宝光 山中的云雾一片片地聚集到城门楼的附近 就好像九天神殿一样 肥威说 我撑啊! 这个就是天狐神墓了! 嘻! 压力压力压力! 这里哪有书是墓地呀! 这里啊! 簡直是宣攻呀! 陈志说 我们进去看看先 说完 他一进入手 所有人就立好武器 由肥威带队 他们兜过深淡 走去城门楼了 秦月亮这个时候已经昏迷了 嬰姆帮她蓋上衣服,背起身,跟着在队伍的最后 博布里边的水全部灌进去潭水当中 这个时候的深潭,已经见不到一条雨了 只不过,潭水依然很清澈 连潭底的水草都看得一清而楚 他们兜过深潭之后,来到城楼前边 这座是一座典型的中式大城楼 城墙虽然很高,但是红色的城墙中间 是一条很小的通道,直通城门的另外一边 整个城楼的下边,是一百多级的白玉楼级 雕工很精美,连接着地面和城楼里面的通道 楼级的下边,放着一排好像石头屋仔那样的石雕 里面雕着奇形怪状的,似人又似动物的东西 一个跟着一个,知道好迷,好古怪 肥威说 那样东西就叫做神顶了,看来我们真是找对地方了 古人认为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因果的 大就是小,小就是大,这些小丁丁的神顶就是神仙住的屋仔了 上周以前的墓地呢,经常可以见到这种神秘的雕塑的 之后就少见了 陈志说,蛤,神仙都是住这些什么豆腐人的地方啊 陈志望向两边,见到红色城楼底有一个很简陋的梁亭 与其说它是梁亭呢,不如说是一个简易的茅草棚 这个茅草棚有几块石头随意搭成的 上面盖了一些杂草,而梁亭里面似乎放着一些东西 陈志对这个梁亭好感兴趣 他走过去发现,里面除了一张石桌之外,什么都没有 地下那里有两个木桶都已经风化变成花石了 而梁亭的石桌上面放着一堆草骸 陈志拿起一堆草骸看了一下 这些草骸,做工虽然一般的 但是,上面的枯草呢 每一条都很挺拔,光灵灵,很新净的 有些草还是绿色,好像刚刚积出来那样 陈志数了下草骸,一共有七对 肥威就说了 咦,怎么搞的啊?都不知道哪个神仙放在这里 那些神仙真是温食艰难啊 好像回乡下那样,还穿上了一些特殊脚趾 弓出来的那些烂草骸 陈志一边认真看这些草骸,一边就说了 不是啊,这些草骸不会无故在这里的 而且那些草骸还这么深,上面的草看起来都不止神蜜里面的植物 咦,你理得它什么植物呢?你当正自己福尔摩斯啊? 就来天黑啦,不要忘记,我们只有七日时间而已 过了时间,我们就回不去的了,快点进去啦 哦,陈志跟着肥威走出凉亭? 但是依然转过头,看了那些草骸一眼 在入神墓之前,陈志先整顿了一下队伍 队伍里面大部分的人已经两天没睡了 今次的行动最好速战速决 入神墓之前,陈志叫大家装满水壶 因为进去之后的水源是不确定的 就算有水,也不知道有没有毒 在大家去深潭拿水的时候,陈志找到老根斗 甘叔啊,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这里实在太危险了,有很多东西我们预测不了 何况现在陈月阳还昏迷着 带着他对我们来说是个负担 不如这样吧,你留在梁亭这里照顾陈月阳吧 说不定我们有什么事,你都可以在外边和我们接应 老根斗听到陈志这样说,有多少失望 小智啊,好千辛万苦,他跟着你们来到这里了 他就是为了和你们一起进去而已 为什么到尾一脚你都不让我踢完他呢? 我真是很想进去看看,看看天狐神武究竟是什么样的 我知道,你们现在真的嫌我老了,怕我拖后腿 但是我给你们保证,我不会搞着你们的 我都有差不多年纪了,今次有什么事,就算死在里面也值得 说话不可以这么说的,现在秦月阳真的需要人照顾 我们又不可以放下他在这里 再说吧,甘叔,这两天你都很辛苦了 我看到这几天你都没有睡过觉 你这个年纪捱不住的 更何况,里面是什么环境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真的像鬼都说得那么凶险,我们自己都顾不到 好啊,还怎么顾你呢?没必要嘛 肥威这个时候都走过来 是啰是啰,你又听听话说留在这里 留下了,留下一条命,以后有很多东西玩 为什么要死在神墓里面呢? 你还要等三子结婚,生个孙子你抱的嘛 等我们进去,打个孙子,见没什么危险了 就把这里开发成为旅游圣地,等你一日过来玩,好不好? 就是这样,大家劝了一大难餐 老筋斗终于勉强应成留在外边,不跟进去了 其实呢,真正不想进去的人是飞猫 刚才和作此打完之后,飞猫吓得胆都脱了 现在,对脚走路还发远提 飞猫面都青了,想开口说不进神墓 但是肥威挖了他一眼之后,他就不敢出声了 当所有东西准备就水之后,陈志叫大家站好 肥威和婴母,并排在前边带路 沿着城楼的小道,就走进去了 这条小道很窄的,只能一个人走 两边的墙,全部都是红色的油漆 黄色的云纹,装饰着长角 很有神话色彩 一条路直不得地通向前方 大家这个时候都很紧张 他们握住机关枪 认神闭气,随时准备面对危险 大家一路走,很快就看到盡头了 不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他们在出口出去的时候 发现,眼前的竟然是入口的景色 老筋斗和刚刚醒的秦月阳 坐在梁亭那里看着他们 老筋斗说 那是搞什么鬼啊,又走回来的 英武说 不是我们想的,那是什么回事啊 肥威说 我顶,那是什么回事啊 鬼打场啊 之后十几分钟 陈志大队在通道里面来来回回走了很多次 试过各种方法 拿着秦月阳的破幻符 甚至叫鬼刀刺穿头上边的破幻咒 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出来的地方依然是入口 大家这个时候觉得奇怪了 为什么会进不去呢 比较是以前啊 陈志一定会怀疑 这里是有奇门遁甲的震法 或者是迷魂术之旅呢 但是这里附近一片山林 都没有布置奇门遁甲的条件呢 那没法子了 大家唯有坐在梁亭那里一起商量吧 秦月阳醒了之后 先去洗干净身上边的白色粉漿 然后他回来跟陈志说 我刚才在潭水里面发现 这里的水有一种力量 这片神域什么都不一样的 这里的山水都不是奇门遁甲的震法 它更加像是一种神术 我以前听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些强大的半神 为了防止自己的府邸入侵 他们会在门上边加种神术 一些指定的人才可以走进去 其他人 只是可以看到大门 但是永远不能走进去 指定的人? 这句话马上提醒了陈志 他看着那堆草鞋 好像突然间明白了 那些草鞋为什么要放在这里 陈志说 这些草鞋 是神墓里面守墓的人穿出来的? 一共七对草鞋 也就是说 有七个人出来 这些人出来之后 就把鞋放在梁亭 回去的时候 穿回这些草鞋才可以进去 可以防止外人进入 可能 这就是几千年 那些守护的狐仙 出入神墓的方法 那究竟陈志又说得对不对?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 第二百四十二章 第七个人 陈志说 这些草鞋 是神墓里面守墓的人穿出来的 一共七对草鞋 也就是说 有七个人出来 这些人出来之后 就把鞋放在梁亭 回去的时候 穿回这些草鞋才可以进去 可以防止外人进入 可能 这就是几千年 那些守护的狐仙 出入神墓的方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想要知道 陈志说得对不对? 方法很简单 穿起对草鞋 进去城楼里面走一圈就知道 只不过 现在石楼上的草鞋 就只有七队 而他们的队伍有十一个人 也就是说 他们现在精简的队伍当中 还要再选七个人 才可以进入神墓 其他人就要在门口等 这件事对于陈志来说 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不过 对于一早就嚇到面都青黄的飞猫来说 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在经过受伤情况 和体质状况相重考虑之后 陈志最终在队伍当中 选择了七个人出来 当中包括他自己 鬼刀和肥威 他又选择了鹰姆和四眼 这两个明显出重一点的枪手 然后他选择了队伍里面的石头 石头是他们团队里面最大力的人 他生得很敦厚 很大只 整只红似的 比肥威还要大两框 听说他原先是打拳的 力气很大 曾经一拳打碎别人的下巴 最后 陈志又选了 队伍里面 一个叫做老狗的枪手 这个枪手 在整个任务当中的表现 都是比较沉着和冷静的 而且一直以来 他基本上都没有伤 身体的状况很好 剩下的人 除了飞猫之外 其实都很想进去试一下 不过很可惜 大多数人身上已经有比较重的伤 甚至乎 有些人身上的尸毒都还没清干净 唯有将机会 眼白白地给其他人 选完人之后 陈志又将控石子弹和装备 重新规划了一下 因为控石子弹比较珍贵 刚才和作始打了这么久 肥威和飞猫的控石子弹都用完了 现在控石子弹剩下86粒 不入神墓的人 就要将控石子弹交出来 然后大家 再将白宝囊里的东西 调整一下 将剩下的压缩食品 都交给入墓的人 陈志对老根斗说 现在差不多已经过了三天了 你们在外边要看着时间 四日之后 如果我们还没回来 无线电又联络不了我们的话 那你就带上秦月阳 从出口里离开吧 秦月阳有定位符 你们应该很快就找到 我们进来的井口了 千万不要顾及我们 而留那么久 记得要看着时间回去 老根斗看着陈志 很郑重地摆了下头 他眼中似乎有点不忍 陈志见到所有人都准备好了 叫他们穿起一对草鞋 重新进入食门 当他们穿上草鞋的时候 马上感觉到 一种清爽的触感 在脚板底直冲上来 这种草鞋果然不一样 它的质地很柔软 而且穿上之后 那些草立即将对脚包起身 有一种藤魂加霧的感觉 当他们穿上草鞋之后 走入到城门 觉得今次和之前都不同了 之前他们走这条通道 几分钟就走出来 但是今次进来之后 走到很远很远 好像进到另外一个空间 前面越来越黑 去到最后已经是极度的黑暗状态 所有人都排成一排 通道的周围越来越潮湿 气压很低 四周围都是很重的煤味 同一种很奇怪的腐烂味道 去到最后 就算探照灯都无用 因为这条通道 所有的光线都被吸收了 大家都是靠摸着 墙的两边向前走 静到可以听到心跳声 就是这样 走了很久很久 大家在黑暗当中 都快没了信心 终于前面在这个时候 看到一丝光暴 大家看到前面有出口 马上又点燃了豆子 但是走在最前面的肥威 就不敢放松警惕 他举起枪 很小心地向前走 很快 前面传来了一阵海风 出口那边 好像是贴着大海 肥威第一个出去 出到去之后他说 哎呦 我顶 大家快点快点过来看看 这些事 簡直是人间仙境 所有人听到肥威这么说 都出了理 他们马上 被面前壮丽的景色震撼 这里 果然是一片大海 海浪卷着小沙 拍打着海岸 这里的沙 金黄得好像金沙 天上边的月光很大 映在海面上边 而在海面之后 隐隐约约 可以看到一座巨型的城池 看上去很宏伟 很壮观 可以想象到昔日的繁画 这里的所有东西 绝对不只是在人间 有一种入到神话世界的感觉 这里的海水都很漂亮 是人间见不到的清澈透明 大海在黑暗当中 散发出一种神秘的灰蓝色 而海岸旁边 停住一只独木舟 眼前这条船 说就是独木舟 但是就一点都不小 它是用很粗大的树体做的 船身很阔 就算是陈子他们全部人 坐上去都还有位置 肥威说 海上边就肯定没有什么 估计个神墓呢 就是个古城书 我们现在坐上一条船 才可以去到那边的 我们快点走吧 但是陈子好像听不到肥威说话 因为他刚才发现 走在队伍最后的老狗不见了 肥威说 我顶 什么事啊 刚刚进来就少这么过 陈子马上用无线耳机 想联络城门外边的老筋斗 但是这个时候 耳机的讯号已经很差了 老筋斗的声 在耳机里面断下断下 他勉勉强强地说清楚 老狗已经在入口出回来 他进不去神墓 老狗现在的状态很差 他头脑也不太清晰 他只记得 自己走在队伍的最后边 然后突然间就暈了 醒了之后 四周黑蒙蒙 一个人都没有 他就吓了 拼命向前跑 但是就由入口出回来 而且他穿着那对草鞋 已经不见了 老筋斗说完这些事之后 他的耳机嗡嗡两声 信号彻底断开了 陈战这个时候变得很警惕 他说 刚才老筋斗说的事虽然很简单 但是有一个讯息就是 老狗的草鞋不见了 而且他被人打暈了 难道 有人穿着那对草鞋 跟着我们进来 他要做我们第七个人 那究竟故事的发展会是怎样呢 我们留下期继续说吧 第243章 神之诚 监紫斗说的事虽然很简单 zeg 黑默斗的工作 只是一个信息就是 老狗的草鞋不见了 而且他被人打暈了 難道有人穿着那对草鞋 跟了我们进来 他要做我们第七个人 所有人听到之后 马上紧张了起身 他们很警惕地 拿起枪 转转指着他们进来的通道 怕里面有什么突出 但是他们等了很久 那条通道 还是一声都没有 没有任何人 或者其他的动物 跑出来的跡象 这个时候 陈志觉得这件事 没有那么简单 陈志心想 如果有人一路跟着我们的话 我们没可能看不到 除非这个人 是透明的 透明的 然后陈志和鬼都打了个颜色 陈志叫肥威 拿了条长绳出来 一边由肥威握住 另外一边由鬼都握住 鬼都眨下眼 就走进去通道 鬼都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 肥威握住的长绳就拉到尽了 再过了一阵 鬼都在黑暗当中走回回来 手里边拿着那对草鞋 鬼都说 我在通道里边看到这对东西 周围没有人走过的痕跡 肥威说 我撑啊 自己吓自己了 哪是来第七个人呢 我觉得 就是那个老狗自己扮东西 你怕又不敢说 半老就扔了一只草鞋在路上了 自己又扮云就扔回去 通道里边一个人都没有 谁扑云他呢 鹰母说 不是啊 老狗他不是这些人来的 老狗 恐狂义气 他又大胆 以前 他夜晚黑爬坟头都不怕的 那你说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谁扑云他呢 是鬼 还是透明人呢 行了行了 别再说了 陈志入一入手 叫他们收声 他想了一阵就说 我们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继续走 陈志他不信老狗是扮云的 他对人 都有基本的辨别能力 以老狗的性格 不至于因为害怕 而半路做逃兵 而且 一个人够胆 由这条通道独自跑回去 是需要很大的勇气 这件事的发生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但是不管 究竟是不是有隐形的第七个人 跟着他们进来呢 现在不要去想了 更加不要动摇军心 最好的应对方法 就是淡泛这件事 继续向前走 他们很快 走到海边那条独木舟前边 发现 这条独木舟 离远看和普通的独木舟差不多 但是近看才发现 这条独木舟的造型很精致 它的船体外边 游着很鲜艳的颜料 游的是红黄两种色 红色造底 黄仙是描绘了海浪的文样 和飞鸟的图腾 有华夏民族神话时代的风采 而独木舟里边的船长 简直就是一件艺术品 认真一点看 船长虽然是木製的 但是在关节位置 居然是金属打造的 里边的机械很精妙 一拔船长 它就可以自己动了 肥威说 这条简直是现代化的自动船 本来我还担心 我们几个人去捐 捐死我们都没去到 就是这样 所有人上船 还没等他们动 就发现 这条船会自己浮起身 离开海滩 整只进入到水面上边 肥威又说 那啦啦 真是全自动船 你们有没有发现 我估计 这条船 整千年都没人动过的 但是你看看 里边的金属族城 还这么新正 一点都没有生寿 跟我们之前见到 神域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这条船 可能是专门 摆到到城里的交通工具 那座城 应该是神城啦 肥威说完之后 他用力挂了一下船长上边的把手 那只船长马上摆了起身 这只船 这只船好像自己有鬼迹那样 慢慢向着对面那座城池 画过去 当独木舟 当独木舟 画到海面中间的时候 陈志在白宝囊那里 拿着摆摆望远镜 他先看看那座城池 原来前边是一座沽 孤岛 这座孤岛不小 后边还有两座大山 陆翠环绕 而山脚就是那座城池 城池是雪白色的 是一组很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 里面亭台柳角层层递进 高低起伏 而且他的结构 他的布局都很严谨 建造者的奇思妙想 智慧之高超绝伦 简直令人叹为观止 白色的城楼 建在山脚底 背后靠着大山 而大山顶 还有一些积雪 前边是大海 陆野连接着海滩 山坡都很游暖 隐隐约约 在海霧当中透现出来 简直是神灵宝镜 景色美轮美缓 肥威这个时候 都抓起望远的望向前方 他似乎对景色 不趣 不过他发现了一些东西 喂 橙仔 你见不见到 那座城里面 好像有点烟升起啊 肥威说的东西 令到陈志打了个冷枕 陈志马上认真地望向那座 白色的城前 果然 在白色的城墙之后 有几流轻轻的白烟升起啊 刚才 因为那些海霧太浓了 看得不太清 现在看清楚了 那些白烟 好像是农村里面的炊烟 陈志森想 难道城里面 还有人住 他出一下对眼再看呢 这个时候 所有人都举起望远的望过去 无花无假 真是有炊烟 大家见到之后 都有一种莫名的恐惧 那种 是一种对未知事物本能的恐惧 如果前边的城池 还有人住的话 那一定是神灵 或者是半神啊 他们会生什么样子呢 又会怎样对 以外的状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